传奇法师红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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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我们现在的人 学佛也不求圣洁 我们说深入经账 智慧如海 那我们现在不深入经账 那智慧很浅薄 看不到事情的真相 不知道我们人生究竟的快乐 目标在哪里 观音菩萨苦不苦啊 请问白杜姆是谁啊 绿杜姆是谁啊 在座的知道吗 白杜姆绿杜姆 是观音菩萨的眼泪啊 是悲悯昌生所留下的眼泪啊 左一滴眼泪变成白杜姆 右一滴眼泪变成绿杜姆 请问观音菩萨为我们在哭泣啊 像我们的妈妈爱孩子 那孩子呢吃喝嫖赌 那个打游戏打电脑啊 没日没夜 你要跟他说 他给你发飙 你说妈妈要不哭啊 一提到儿子就悲从心起啊 我在庙里遇到最哭 哭得最多的 最多的就是为子孙 为子女 爸爸妈妈去世了来哭的 还比较少 然后提到儿子啊 不听话了 哎呀哭得像泪人一样啊 这个是 那佛菩萨看到我们人类的 现在现状 会 会 会不伤心吗 所以我还有一位上师啊 叫法王如意宝啊 他老人家就说啊 他说众生有意未得度 诸佛 忠孝泪肝 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修行 以前闭关的时候 修菩提心修法的时候 一观想到众生苦啊 就一个人在那里 痛哭流涕啊 但是很奇怪 我出来了之后 跟众生一接触了之后 就发现 这个众生的苦 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鬼神送给你的 都是自己造的 自作自受的 所以有时候看到众生苦 哎呀 众生造业的时候啊 毫不手软 杀身吃肉 心灵麻木 生命明明就会眨眼 明明血管里流的是红色的血液 但是在我们看起来就像一盘菜 没有对生命的尊重啊 请问我们在这个天地下地球上 天地是无形的父母啊 天地万物都是天地 这个万物 属于所有森林在天地面前 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啊 天地同根的 万物一体的 我们对其他生命 我们已经麻木到它只是菜 怎么炖啊 怎么烧啊 怎么煮啊 怎么炸啊 就是想到这个 如果自己 哦 一个火星子烫到自己皮肤上 哦 痛啊 痛啊 你过回点香的时候 自己烧自己一下 痛不痛 如果这皮肤就这一点下都这么痛 那你怎么舍得去杀 杀其他的生命 把他其他生命 在锅里灼啊炸呢 我们良心何在呢 我们要不要阎王爷来评评理呢 所以 我们太虚大师说 人臣即佛神 我们良心复活的时候 心灵越来越敏感 越来越柔软 越来越慈悲的时候 我们的佛性 就是佛性的标志 佛性复苏了 反过来说 我们如果很残忍 很贪嗔 我直 傲慢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魔性在啊 魔性 哎呀很有力啊 魔性很有力啊 请问这个世界有没有佛啊 有没有佛啊 这世界有没有魔啊 我们心里有没有佛啊 我们心里有没有魔啊 都有啊 修什么 要修啊 从自己下手啊 自己的命运就是自己业力决定的 自己改变了业就是改变了命 问别人算命有什么用啊 不是说佛教徒不相信命运 佛教徒相信有命运啊 但是别人 你的命运是别人能算的吗 他就是算得了 他能改吗 你有那功夫还不如念两句阿弥陀佛呢 念一句阿弥陀佛 削八十一节生死重罪 一句阿弥陀佛念下来 好嘞 你给佛磕个头 好嘞 命运已经转变了 请问今天我们来参加法会 我们念佛念咒 诗诗放生 诸位 命运有没有转变 我们有没有离天堂近一点 那就是啊 经过这样子的法会下来 相貌也转变了 身上的DNA也改变了 液气消除 福德增长 所以佛教徒 我们说归一三宝之后 哪里有寺院 要经常向那个寺院的方向 礼拜 我走到哪里 哪里这边 比如说这里有寺院 我应当到这里之后 我应该去 到这里的寺庙去拜 如果这里有法师 在讲法 我们要来听 如果有出家人 应当供养 这就是什么 保持着我们佛弟子 跟三宝的 亲近的距离 所以叫静视男 静视女 印度话叫 幽婆色 幽婆怡 保持着这样 我反而觉得他们马来人呢 很厉害 一天要做五次 一天要做五次 一年还要修个摘月 请问他们那样 我们要不要随喜他们 要不要 那至少你要比他精进一点 你要拜六次 你要比他精进才对 他一年修一个摘月 你一个年最好修三个摘月 我们过去的 都信仰观音菩萨的 观音菩萨三个月 二月十九 六月十九 九月十九 这三个摘月 那过去 梁武帝他就是修这个 一到摘月了 全国人民不杀生不吃肉 所以我们中国的 有的佛学家 他说 吃树是梁武帝发明的 我也以为 我也以为是梁武帝发明的 因为看了那个书 这样讲 先入为主 大乘佛教 吃树是我们特色吧 跑到印度一看才知道 印度普遍的都吃树 佛陀在经典里 都讲得很清楚 就要吃树 我才知道 不是我们中国发明的 原来印度就是这样子的 大家知道吧 我们马来很多 也是很多印度人的 是不是印度人吃树的很多 到了印度 你看他们的菜场 几乎没有肉的 都是青菜 所以这个才知道 诗树啊 大悲 慈悲是 诸佛以慈悲为怀 慈悲的心怀 悲悯一切众生 所以这样子 我们这个佛教徒才 所以填的时候 我知道我们海外华人 都是填表格 信仰没有 有都填 什么信仰 佛教 不能光冲个面子就行了 好久好在这里 我们海外华人 基本上都有信仰 现在我们最 我们中国的信仰 是中国的一个危机 所以像我平时 去年一年没有来马来西亚 主要在国内啊 到处走啊 到处走啊 去宣传 宣传佛教 在中国宣传佛教 还有个难度 因为 中国人现在 大多数排斥佛教 认为佛教是迷信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从小读书 就是说 无神论 然后唯物主义世界观 没有鬼神啊 这个啊 这个这个佛教 这都不承认的 所以现在学佛 慢慢我才发现 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 会 就是 谢谢大家